是真的 水晶骷髅头 大概也就是十几厘米 重的十斤多一点 这是用水晶做的 一鉴定的离现在一千多年了 那个骷髅头做的特别精致 它关键是就仿照一个真人 一个女人的头骨做的 我们都知道人类解剖学对骨骼的研究呢 它得是算是近代的事 就是17世纪18世纪以后的事 那么一千多年前 玛雅人是怎么掌握人头骨的结构 而且最神奇的 它这个比例什么的 跟现代人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它里边用了各种光学的原理 我们知道水晶也是实营体 你不用金刚石来弄它的话 你都弄不动 还很容易断 那么没有这样的器材 当年玛雅人是用什么工艺给它打磨出来的 因为那个时代 不说玛雅人 世界各地的人都没有这种力量 据说这水晶骷髅头 你对着它那眼睛看 看一会儿你就要睡着了 说当年水晶骷髅头 是玛雅医生用来给要手术的病人催眠的 充当麻醉剂的 还有说水晶骷髅头能说话能唱歌 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说这2012年12月21号之前 世界范围总共有13个水晶骷髅头 你只有把这13个水晶骷髅头挤到一块 按照固定的位置摆放好了 这世界末日才能不来 这也是有关2012预言的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骷髅头这是有关于死亡的 而水晶在各个民族文化里 它都有辟邪的功能 所以这两个加一块 我们人类就赋予它一种奇特的想象力 说这个东西会有一种预测未来 向往着一些吉祥 能避一些凶悍这样的事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水晶骷髅头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我们现代人给它想象出来的 它并不是说玛雅人本身就把这个都看中 通过这个水晶骷髅头 我们也能发现 玛雅文明本身 它有着一些特别奇特的地方 而这些奇特的地方 是玛雅文明在现在 令我们悠然神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比方说玛雅文明有一点 它的金字塔 咱们都知道古埃及的金字塔好 玛雅的金字塔非常特殊 和古埃及的建筑方式不一样 它的金字塔底座是个正方形底座 一般情况下高30米 台阶364个台阶 顶上有一个高6米的神庙 算上那个大台阶 365个台阶 这就象征了一年365天 你在这金字塔里面测量各种数据 也像埃及金字塔一样 跟天文立法之间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为了让臣民心声敬畏 玛雅统治者还在神殿金字塔里面 修建了秘密通道 让他们可以随意的出现和消失 如果你是统治者 从这上去 你就会消失在神庙里面了 看不见了 然后你又在顶上出现 主持仪式 所有观看仪式的人都会以为 哇 它是不是从天而降的 它是个神 这正是统治者想要营造的效果 那么这个金字塔 仅仅是玛雅文明的一部分 玛雅人在建筑学上 下的功夫特别大 我们现在看到 在中美洲一些森林里边 热带雨林里边 能建造古玛雅城的遗迹 它建的广场 建的神庙 包括这个城市里的下水道 它都弄的特别完善 另外再有一点 它特别突出的是什么 马耳人的农业 咱们现在好多人喜欢吃玉米 玉米怎么来的 有明确证据证明 玉米是玛雅人培育出来 它原先不过是美洲的野生植物 玛雅人把它精心培育成 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粮食 你可以说玉米 这帮助人类度过了多少计划 而且玛雅人 不光培育出玉米来 你像南瓜 包括烟草 什么可可豆 番薯之类的 这都和玛雅人有直接关系 所以玛雅人在农业方面 给世界带来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玛雅文明之所以令人神往 还有重要一点 它就突然消失 曾经辉煌鼎盛 转眼却凭空消逝 玛雅文明究竟因何失落在丛林深处 千古之谜 众说纷纭 到底谁是谁非 老梁观世界 世界末日 与玛雅文明 与您一同探寻 就在公元八九世纪之间 在这个中美洲热带丛林里边的玛雅古城 突然间出现个特奇特的现象 就是这古城 一切这东西都保持原样 有的建筑刚建到一半 有的建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突然间玛雅人集体撤离了 从这城市里消失了 说玛雅文明鼎盛的时候 玛雅人总共是1400万人 咱们有很多人说 八九世纪的时候 玛雅人突然间消失就没了 玛雅文明 玛雅人都绝了 跟恐龙似的 不对 玛雅人还在 现在玛雅人也是墨西哥少数民族之一 还在墨西哥尼奥卡塔半岛生存 就说玛雅人从这撤了之后 集体北迁 迁到了墨西哥 而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现在仅成了一个少数民族部落 而且很多玛雅人 已经被当地的种族通化了 通过通魂浑血 很难找到存证的玛雅人 那么我们有时候就奇怪 就是说一个种族它灭绝了 外族入侵 内部暴乱 发生饥荒 干旱 这都很正常 可是怎么会突然间 在一个城市里头 毫无迹象的 把原有的文明成果都抛弃了 集体的撤退了 这是什么原因 前面我说 说这个可能是外族入侵 可外族入侵也不可能这么干净的 把这么多玛雅人都撵走 还有的说 这个可能是出现了饥荒 瘟疫 这都有可能 但这么快的这么多人都没了 得什么样的饥荒 什么样的瘟疫 所以这个很可能都不是玛雅文明突然中断 一个直接原因 因为中断之后 在接盛的时候 玛雅文明已经远不如它全盛世纪了 所以这时候有人不得不归绝一种神秘力量 来解释玛雅文明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你比方说第一种解释 说玛雅人让外星人接走了 为什么呢 说这玛雅历法这么厉害 天文建筑这么好 不像是人类 倒像是外星人的后裔 派到地球上来的 所以到一定时候呢 外星人把他们接回去了 说有人根据这个玛雅神庙里的壁画看 里头有什么战车就像飞碟似的 里头有人在那什么蜷缩的 就跟宇航员似的 说你看这个没有 就是上边来人把他接走了 但是玛雅人再说一千四百万 得多大个飞碟 得多少架飞碟 能把玛雅人都接走呢 所以这个只是存在于人们想象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集体自杀手 说玛雅人是谁的后代 就是大西州和当地土著结合生下来的 说哪有个大西州 这个在亚里士特德和普拉图的书里面都写过 说在古时候的大西洋啊 距今大概一万多年前 说这个大西洋上呢 有一个州叫大西州 这上面呢建立了璀璨的文明 有人管它叫亚特兰蒂斯文明 说有那么一天这大西州突然间沉下去了 连个炮都没冒 上面人全没了 有人说这玛雅人呢 相信大西州有沉的一天 他们也有灭亡的一天 所以挑选了52年轮回的某一个日子 走到大西洋里边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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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海而死 都跳到这个大西洋里边死了 但这说法也是很难有证据 你说一千多万人一起跳海 这得多壮观呢 也不大可能 那么这些种说法呢 只是对它神秘消失 我们想找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的 可是有一种说法我认为最合理 你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玛雅的一些祭祀文化 就非常血腥 祭祀是玛雅社会的一种宗教活动 古代玛雅人相信 血迹会给人类带来力量和神圣的权利 他们相信心脏血液还有呼吸 是和精神世界相连的神圣物质 他们会用黑药石做的刀 或者黄鲦鱼的骨头刺破舌头 然后收集血液来祭祀 他们还会把血滴在树皮做的纸上 然后一起烧掉 期待生命的精华和燃起的烟尘一同生化 玛雅人崇拜自然之神 尤其崇拜太阳神 他们大量使用剖腹挖心的活人祭祀 希望以此来取悦 再给他们生命与福祉的太阳神 据说 一千多年前的玛雅人 还流行着一种类似碧球的游戏 但是这种竞技游戏的规则 却既残酷又异乎寻常 他们的比赛的目的不是娱乐 而是祭祀 比赛结束时 获胜的一方会成为祭品 在玛雅人看来 在你一生中取得最辉煌成就的时刻 正好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灵的时候 血腥而频繁的祭祀 使得玛雅人口大量减少 这是否也是玛雅文化神秘消失的原因之一 那么说人可能死了 这种文化随着迁移 它怎么会败落 所以有一种说法非常正确 我觉得玛雅文明长期以来等于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过程当中 它不和外部文明发生接触 所以你就里边内部文明不断发展 到一定成熟度了饱和的时候 就只能走下块路 因为任何一种文明想发展壮大 都离不开和外来文明之间的接触和碰撞 所以文化的传承 它一定得是在继承基础上有发展 怎么发展 就像咱们大伙天天在一块待着 很难产生新思维 出去走一走 或者有新鲜的血液输入进来 我们可能就会产生新的碰撞 新的思维 新的跳跃 所以这一点其实也印证了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的发展轨迹 从明朝中越后期 片番不得入海 闭关锁国 结果我们这种黄色文明 到最后也没有扛得住来自海洋的未来文明的冲击 西方帝国主义 船舰炮利 把中国打了一百多年 形成了屈辱的历史 后来经过这种融合和碰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